啊 嗯 老婆倒杯茶給我吧 好 嗯 老婆再拿本雜誌來給我看看吧 嗯 好 那個老婆打掃一下吧 地板有點灰塵 喔 現在打掃 對啊 掃一下啊 保持乾淨 萬一客人來了怎麼辦對不對 去去去去去 對對對 這邊這邊 掃一下掃一下 啊 那邊也要 來 對對對對 對對對 那邊也要掃 欸 還有那邊啊 對對對 就是那裡那裡 啊 啊 你現在是怎樣 什麼怎麼樣 打掃家裡怎麼了嗎 你看一下 那又怎樣 你看看你爸 多少 別鬧啦 快起來 啊 四肯幽默的德國床墊 真的太舒服了 KIMUCHI 四肯幽默為國際品牌在新加坡 日本 台灣 馬來西亞都有門市 四肯幽默對於品質嚴格把關 但售價真的親密 超乎你想像的新筆子 買得起的好家具 現在買家具全面騎著 再想滿萬送籤 還可以分三十幾零利率 讓你輕鬆達到家的感覺 來 早安 好喔 超級下班去吃飯 很少下班吃飯是坐飛機去吃的 Check it out 欸 這麼簡短喔 可以這樣 可以嗎 可以這樣 可以這樣 來 給我早安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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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登記 歡迎登記 太棒 太棒 早安 你好 所以今天請我們去下班吃飯的是 K董 我有要請你吃飯嗎 是你請我吃飯 非常好 最厲害的是 坐飛機去吃飯 這是頭一 而且今天不是開飛機去吃飯 今天是坐飛機去吃飯 真的嗎 所以今天K董不開 我今天不開 我因為我這種小飛機我已經沒辦法再開 沒辦法再開 好可憐 你現在要開大的不開小的 我聽說是好像 你轉成開大的 就不能夠隨時轉回開小的 對對對 是規定的 要回去可以 要重新再訓練一次 那個不是在開玩笑 是不是 對對對 所以我們今天的目的地 就是到馬來西亞的 檳當了 讚了 檳當了 想好久了 想好久了 大概兩年了啦 真的是 想去檳當的朋友 就是可以選搭新語 決定了 而且去檳當很多好吃的嘛 是不是 檳當講話是這樣嗎 是啊 我們今天就全靠邰哥了 他這種口音 我們是沒辦法學的 靠我們 點菜就靠你啦 是啦 OK啦 OK好不好 到冰塵之後再跟K董 好好去玩他一下 超級 下班去吃飯 超級 等一下 下班去吃飯 嘿嘿嘿嘿 哇塞 精神高手 超級下班去吃飯 OK啦 我跟你講 這個沒有想到吧 機場直接飛機 一跳就到這邊來 今天這個第一站呢 吃飯的地方叫做 藍屋 叫做 光陸地 光陸地 為什麼叫光陸地 為什麼會有這些歷史 我們還是要請專業的人 等一下你先這樣 你先把這個吃吃看 我就問你一個問題 怎麼樣 這希臘有一個古神話 三頭犬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 有三個奶頭耶 怎麼會這裡有一個 這邊也有一個 後製幫我放大 這是我的那個 鋼鐵人是不是 藍屋的歷史 我們還是要知道一下 請到這一次我們這個 冰塵旅遊局 特別安排了這位導遊 王牌中的王牌 王牌中的王牌 王牌中的導遊 好不好 我們要歡迎阿鴻 阿鴻來來來來 哈囉 現在要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裡為什麼叫藍屋 為什麼我沒叫藍屋 就是因為藍色嘛 其實這個藍色不是油漆油上去的 他們是用一種特色的醬汁 就是藍花 也就是蝶豆花 用蝶豆花在加工之後做成的 然後就塗上去 據說這個藍料塗在牆壁上呢 會防紋、防霉 一般我們的牆壁都是白色的嘛 為什麼用藍色象徵著一個高貴 因為這些花不容易找 找到了你要磨成枝 也需要很多的工夫 所以如果說在古代 就是他們那個時期 房子能塗上藍色的話 就代表說他們有一個高貴的屁事 然後不只是可以讓觀光客 進去裡面了解一下 以前的主人張屁事 現在裡面也可以住的 喔 張屁事 張屁事 以前的這個故居的主人 喔叫他張屁事 所以我們也 我也想說怪他屁事 不好意思 Sorry sorry 張屁事 張屁事 那什麼是光陸地咧 光陸地 光陸地是他這個住宅的名字 對啊 宅地嘛 宅地 就是想說狀元極地 就是這個狀元來到我們這個土地嘛 所以這個 千萬不要練成地露光 但是沒有吃吃的 我弟姊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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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 我只是想問他說這邊可以住宿 真的可以住嗎 他裡面有三十八個房間 是目前可以公開讓人家住的 喔這樣啦 那我們現在來這邊吃飯啦 我們來吃飯 因為我們今天吃飯的主人 要請我們吃飯的在這一間啊 迫不及待了 有好多問題想要問他 問他啦好不好 我們進去囉 我們繼續跟董董會合一下 欸 你可不可以用你的傳統方式 幫我們節目開場一下 我的節目有方式嗎 你不要不要忘記了 那我們直接進去下班去吃飯囉 Go Let's go 不錯不錯 不錯不錯 不錯吧 你把這一段整個剪給他的肚肉 謝謝謝謝 那我這個單元就接收囉 因為我們在等你的講 YA 我們要等這個啊 YA 這不是你要的嗎 那你還想要我怎麼樣喔 我好 我根本什麼都沒用 Q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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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飯啦吃飯啦 吃飯去 我受傷了 我受傷了 不要再回來 冰城第一餐 我們要謝謝董董長請我們到這間來吃 欸 我有說我要請嗎 不是 請我們來吃飯 我還要是吃飯 你們要求? 要求 disposition OK 了什麼人籃籃 你不知道 不知道 啊不知道 啊 會 委員長 劉子健劉長 哇 我們冰城的議長 來到現場 這請我們董事長都很知不知道 每一次董事長來 你們都就稍微聚會一下 那肯定要的嘛 是不是 今天要先問一下議長 為什麼建議這間 這個建築又來得很大 這是以前清朝的關注的 之後就沒落了 這個是重新修復 然後現在已經是私人的產業 已經換另外一個人了 不是清朝那個人 不是遠來的啦 這家是以西式為主 主要是西式 可是它又在一個非常中式的古老建築 中西合併啦 今天無法說明啊 拍誰啊 媽又拿就沒了 媽又拿就沒了 啊 啊 這樣來找吧 真的 我們今天是 先吃一個頭盤小菜 之後我們陸續還有 所以是 董事長也是第一次來的 我第一次來 我第一次來 以前有聽過這個節目 因為我們 我們是華人嘛 所以我們基本上 比較不會第一時間想要來看這個 不過我覺得老外對這種東西 有興趣剛才都是老外的 但是我覺得我在看的時候 我覺得有台灣那種早期的這種 明南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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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要對我們三個這種 年級一生比較有用 才有感到 了解啦 像一樣這種 你台南人 對呀 你說兩句啊 自己聽聽聽聽 不行要說咧 不行要說什麼 我才會講這意思 對 但是不行要說 到底是不行要說還是不行 我們法作 無法可以說 無法可以說 無法 無法 你是不行 你是不行 也是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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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那我們要先邊吃邊聊 好不好 來 開始上菜 最後一個甜點啦 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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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柚子喔 對 看起來好像哈密瓜 這個要擺在你生命前 有沒有 對對對 好可愛喔 我不曉得我們另外一個女主持人秧秧啊 這一切啊 全部啊 一個人吃剛好 有沒有害嚇到 不會吧 怎麼會吃啊 真的假啊 這樣全部你可以吃完啊 大概 大概一半的 大概一半 一半 是不是嚇到 一半也嚇死人耶 難怪他長得那麼高啊 他長那麼高是為了要裝東西用的 好啦 那我們開始加囉 看看看看這個不錯的 這個藍色的飯我第一次看過耶 鐵豆花版 鐵豆花的 那這個是加什麼 鐵豆花 鐵豆花是藍色的喔 我沒看過咧 你要不要我幫你明明一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吃好吃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你是什麼味道很好 是雞肉還是 還是飯 對 你要幾隻肉 先這樣可以 確定 就這樣 看到沒有 你先看看已經吃的是八八九九差不多了 這邊要跟各位觀眾報告一下 通常我們下班去吃飯 就比如說邀請K董 隊長我們就是吃一頓 然後那天就沒了 所以今天我們是那個 超級下班去吃飯之 跟著K董去旅行 是 所以我們還有很多行程 掌聲鼓勵一下 很多行程啦 所以我們這個行程的當中 很多可能我們要問一些 K董有一些事 可能可能各位觀眾很想了解 當然啊 而且我覺得今天我真的 很有同意 因為我可以跟K董 算是我們國內相當了不起的企業 國際人物 這一位又是我們 冰城的議長 這個真是 大國際人物 對啊 所以我說我能夠 從他們兩位身上 學習到一些東西 然後呢這個也知道說議長 跟我們台灣的淵源很深 然後呢也經常到台灣來做客啊 所以說我們也應該要 本週我們這樣 李善瓦來的精神 來多多介紹一下冰城 一定要 所以這兩天就是我 跟K董的這個職責 尤其這個冰城這個縣 開通啦 直飛啦 That's good 所以今天明天開始 我們的職責很重大 應該是你啦 我只是來配襯的 欸 不要這樣說喔 小螃蟹是你開的欸 不要這樣說 我的責任很大 我要對議長有交代 有交代 對不對 你是對觀眾要有交代 有交代 大家都要有交代 好吃就說好吃 不好吃就說不好吃 這樣是不是 來 我們123說好不好吃 123 好吃 謝謝 謝謝這樣 好不好 請坐推薦 OK 謝謝議長 謝謝 謝謝 謝謝議長你今天來陪我們 謝謝你 謝謝你 百忙之中 謝謝趴 現在目前是趴兔嗎 趴兔是什麼樣子 因為你之前是在飛機上嗎 看完之後的啦 我們會剪成一個超級 長的一個特輯 因為董事長剛剛在飛機上講 我好怕啊 我被你一爆我又要被酸明酸啊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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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繼續看下去 再酸就不演啦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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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關關關啊 現在我們現在是要那個 升旗山 升旗山 我們要去升旗嗎 對 雖然有點晚 9點半啊 要再升旗 山叫升旗山 對 我今天這邊有個什麼印度廟 好像是這邊很重大的一個 你看一下 在看之前呢 我又有一個問題想要問 我們是怎麼選擇航線的 一開始問那麼重的問題 我做航空事要靠近 航線當然就是要看大家想要去嘛 就是賺錢嘛 做航空事不賺錢搞屁啊 是不是 我懂他的意思 但是你怎麼評估呢 評估當然要很多 第一個就是 剛才講過了嘛 要賺錢對不對 再來就是 就是 競爭對手越少越好嘛 不要隱暖及時嘛 對不對 小寒的要找地方去嘛 對 是不是小寒的 常常百年會這樣 當然也是 旗客的發生嘛 對不對 還要我們的肚子來就好 不要說出來 不要說出來 心事誰人知 對不對 對啊 我們就每走一小段 我們就問一下 我們心中 航空業的疑問 我好慌恐啊 這個 沒有打擾的話 回去會引起很大的波蘭耶 我歡迎勝華不錯耶 漂亮 一流的 好 現在我們這個講完以後 現在要上 升旗山 升旗山啊 有一個人呢 也可以把升旗山講得很詳盡 我們稍微聽一下 OKOK 阿翁來來來 阿翁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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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講一下這個升旗山的歷史 升旗山 當時是因為英國人 過來檳城的時候 他們要找一個地方 地鼠 地鼠的話呢就是 夜高處 夜涼快嘛 所以就選擇了 冰塵最高的山 一百年前就已經開始上山囉 欸我想再請教一下 我以前有來過 有一個什麼畫的那個壁畫 那個會去嗎 好 我跟你講那個讚啊 畫得很深 喔 升旗山壁畫街 水化人家 對 我們還會去一個 冰塵最高的建築物 光大 光大 為什麼要上面去 所以今天我們是在 升旗山 瞭望光大 下午呢我們就會在 光大看回這裡 水水水 水啊 OKOKOK 好啦差不多出發了 差不多了 走囉 這請名為 邰哥百年 攬車之旅 Check it out 我根本不能接百年 會掛掉 中文不是這樣用的 OKOKOK OK 來 走走 百年邰哥 喂喂 最早用這種系統 就是瑞士 喔 這個籃球 這個瑞士買的 這瑞士買的 厲害耶 果然 好像觀眾展示的 可以有個質量 我覺得我們對馬來西亞 很獲勝 像台灣冰塵的 佔用量是很大的 最大還是在集中過 對 冰塵因為是很重要的 資訊廠的所在地 對 所以這邊有很多 3C產品的工廠 都在冰塵 對 所以你看那個 Intel的CPU上面都寫 馬來西亞 實際上是在冰塵做的 現在就是 K動掌握那個 旁邊的那個資訊 等於是全球地理 人物很重要 沒有啦 沒那麼厲害啦 不要這樣拱啦 節目要這樣拱 是嗎 你們這樣又害我被痠啦 又痠 好痠喔 每天都 每天都喝多多喔 哈哈哈哈 我們來當那個 在上面那邊 我們上面有兩個 兩個廟 一個是新都廟 其實印度廟呢 它真正的叫法叫 新都廟 只是因為它種族叫印度人 所以很多馬來西亞人都叫 就直接說印度廟 印度語 印度人 因為當時 印度人在蓋這個鐵路的時候呢 他們又引進很多 從東印度過來的印度員工 所以為了報導他們 可以直接讓他們 在聖旗上上面蓋他們自己的廟 那馬來西亞的印度人 他們比較喜歡拜姆魯干 姆魯干 姆魯干 姆魯干知道是誰嗎 知道 那他的父親是斯伯神 就應該認識了 那斯伯神是印度界裡的戰神 然後姆魯干的哥哥呢 就是相神 也就是智慧神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到印度廟去看 近距離地看一下這個印度廟 好 我們從這邊過去 走 出發 印度廟有一個特徵就是 滿天神佛 然後顏色很壯觀 就是滿天神佛 對 他這神神佛佛都會在屋頂天花板 超多 上面都是 進去還要脫鞋子耶 要脫鞋子 而且要從左邊進去 右邊出來 左進右出 對 轉這一圈 那如果說想要看斯伯神的話呢 他的墓廟那邊有斯伯神 雪山吉神跟他的兩個兒子 哦 我想看一下斯伯神 對 斯伯神在這一邊 那種印度人這麼多 然後大家都說印度是個正在崛起的巨象 是 他是適合設航點 是我們的觀點 當然是以營業的立場上來講 但印度這個地方 很適合去設航點 你會設哪 像德里啊 德里嗎 德里 德里是他們很大的城市嘛 那會想要設在那邊嗎 陸續還是會考慮啊 因為你要看啊 因為台灣在印度的 台灣在印度的人 很多啦 最主要是在美洲 美國的印度人就非常的非常多 因為他們很多在Silicon Valley 在矽谷那邊 或是在紐約 那我要再問你 所以這個設航點的這個學問 是不是有考量到轉機的問題 當然 因為作為這個全國際的航空公司 不可能什麼東西 都是以台北台灣的這樣一個市場 就像我們當初設立航空公司 我們也是都是以亞洲 我們以 所以我們在亞洲的這個區間來講 我們會去想到說 我們跨洲的生意 這部分的商機 因為畢竟台灣小啦 台灣只有2300萬 你再扣掉沒有辦法飛行的 像嬰兒啦 像一些比較老人啊 真的你真的在 所以外面常在旅行的 大概就1000多萬而已 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 很多嗎 不多 整個東京都 就有2500萬人 我們一個國的人力 是人家一個市 一個都的人力 所以你這個東西 比較幾年一看 你就知道了嘛 所以其實在台灣 你要發展的 一定就是 把亞洲當作Base 我們鄰近的國泰或是新唐 其實他們的土地都比我們更小 人口跟我們更是沒有辦法比 可是你看人家做得非常的豐火 你要以這樣的這個 去看這個市場的話 基本上 你就知道你的市場有多大 你不能以台灣為基礎 台灣的為基礎的話 那一家就差不多了吧 所以我們要有不同的看法 長得太丟了 下一個地方 我們要搭這個小白車 過去 豬籠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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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到這一邊你就會發現 原來豬籠草 不是所有都可以吃輪 也不是所有都可以吃滾 是嗎 什麼叫做可以吃滾 欸 很大的可以喔 對 我會消化掉了 消化掉 他把葉子蓋起來 你這麼大隻比較困難 時間比較久 一般一隻老鼠要用一個月的時間 消化喔 對慢慢消化在裡面 你可能要消化了半年喔 一年 他這麼難產 彼此不從 有 就是豬籠草原那邊 還有一個咖啡店 可以在 邊看這個豬籠草 邊享用照片 好 對 好啦 看一下看一下 OK 豬籠草 來 坐坐 好可愛 小的 小的 好像是這樣 搞一題對不對 我不知道能不能問 不能問就不要問了 我在現場判斷一下 為什麼要有頭等艙 坦白講其實並不是為了要去賣頭等艙 而去設立頭等艙 重點是說 我有 很多一些比較高檔的供應商 包括我們的酒類 包括我們的餐食 有很多的供應商 他們很在乎 我們有沒有頭等艙的產品 他們才願意供給給我 這樣子喔 是 有些沒有頭等艙 那反而說 沒有沒有沒有 對 你不配用了我這個酒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在精品界來講 高端的這種飲食 包括酒類啦 甚至有些魚子醬 他們廠商都很在乎 我的產品 是供應在什麼樣的一個環境裡 被定位在哪一個等級 所以商務的時候 他還說 不行不行不行 可是我們講得很奇怪 說 我沒有頭等艙 可是我有 97%接近頭等艙的商務艙 才會聽我們講 你不是頭等艙 就不是頭等艙 電話已經掛了 你很難去講說 我是Business Plus 或是我是Premium Business 這個都不OK 這個以前我都試過了 其實很難 再加上因為 他們每年所供給的量 都很limited 所以他們也沒有辦法 大量去供給給我們的 商務艙人士使用 所以他們就是說 你非得要頭等艙 他才願意聽懂 等於是一個 標準的感覺 對 對 像我們現在是 一個新的航空師出去 那你怎麼去介紹你自己 人家也會問說 那你有什麼艙等 問你什麼艙等 不是說他要來做 而是他也想要 初步的定位一下 你這家航空師 是屬於什麼等級 所以有時候你頭等艙 是因為這樣的一個原因而來的 並不是說 大家所想的那樣 董事長 請問他網路上很喜歡 有一些照片 你說有的頭等艙會很浮誇 有一個床 有床 有什麼 那個實際上其實銷量 當然啊 其實我們去航廠 我們都看過 很多的idea在那裡 可是你要考慮到 你的市場 你飛機的大小 我們飛機就這麼大 你要擺放的位置在哪裡 像很多人在說 現在HONTUS 澳洲航空現在弄得 新的投影 然後聽說2025年要出來 它是111 當然111沒有錯 你就可以去弄成 比如說有床 有這個椅子是單獨的 有衛浴啊 可是你要考慮到 動線的問題 因為你這樣如果111 後面上路上是121 當然那個寬度就會不一樣 你那個走道就會變成 是彎曲的 可是彎曲有一個壞處是 人在走動拿行李的時候 餐車啊 會卡卡的 餐車是絕對過不去的 你就會造成很多 運路上的問題 當然站在消費者的立場 他是考慮到說 我要什麼 我才不管你們 航空是怎麼去運作 可是對我來講 我是要去找一個Banners 我也不能因為這樣子 造成空服員困擾 更換那四個位置 基本上 因應剛才我講的理由 基本上我們並不是很認真說 要去賣那個產品 可是我們有 真的有需求的人 我們提供的出來 重點在這裡 當然啦 大家都想住豪宅嘛 坦白講 很多東西 不是我們想像中的 要怎麼弄就怎麼弄 因為實際上 我們每一張椅子在做的時候 到最後 都要通過16G的撞擊測試 所以現在即使你在市面上 看到有些草圖 坦白講 到最後能不能通過那一關 也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我現在不是說人家不會通過 我只是說 要花很長的時間來解決這個問題 還有金錢也要考慮到 因為你在這個撞擊當中 是拿真的椅子去撞 你要撞幾次才過 而且誰也沒把握會過 萬一都不過 你這個project就fail 像卡達那張QSuite 就是那張很有名的 可以對座的 那一張聽說是花了五年至八年 才弄出來那一張椅子 可是你花那麼長的時間 去弄一張椅子出來 做穿的不符合經濟效應 那當然人家公司大 人家在中東 他的資金沒問題 當然他可以這樣耗 可是像我們一個新成立的公司 我們不太可能 我們當然就會在市面上 去選一些比較成熟的產品來處理 很多人也有在講說 你們那個頭等艙喔 沒有全部隔起來 那也是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當初也是有討論到說 我們希望做全造勢的 可是法規不行 至少在我那時候弄的時候 法規是不允許 因為他們911以後 他們為了反恐的問題 他們希望每個人 即使你在包廂裡面 空服員還是可以 去監視到客人的一群動 這個是為了安全 所以你就很難做到完全密閉 對還有一些 逃生的這些指標 你隨時要讓客人看得到 今天如果做全造勢的 上面有個隔板很高 你後面的客人就看不到 所以這個東西也是很麻煩 基本上喔 其實都是很商品 要講起來是很複雜的一件事情啦 這也是我想問的 就是說那個時候 要好好的幹一下 融合公司的時候 哇都到位了 疫情發生了 你那時候心臟方面 是怎麼處理的 我在這個行業已經做二十幾年了嘛 大風大浪以前 連SARS我們也遇過 只是說大家都沒有想到說這麼久 那時候你看疫情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一些同業的很多大家都認為說 三到六個月就結束了 可是沒想到 三個月變三年 怎麼變半年 然後半年過去好像又要半年 前前後就三年了嘛 這個大家也沒有辦法預估啦 可是公司就開下去了 火都洗了 對 那時候你洗一半的時候 你怎麼樣注意你的髮型 你怎麼弄 把自己當作剃瓜頭 是不是 剃龍請問一下 像這種 因為是國際級的航空公司 但全球 誕生的數量很少 對啦 因為現在的航空業 算是已經 屬於成熟期了啦 早期航空業 還沒那麼發達嘛 那時候大部分都是國營的嘛 那現在當然演變到現在為止 門檻都降低了嘛 現在Locos的幾乎都是民營的嘛 可是坦白講 以傳統航空公司來講 民營的還是相對少 因為傳統航空公司 你要投入的比較多 基本消費額啊 包括你這些組織架構 還有你這些維修訓練設備 都要比較好 所以其實投入的相對的比較大 所以傳統航空公司來講 還是算是少的吧 像我昨天是第一次搭那個商務 你昨天是第一次 第一次搭商務 新宇的商務 我很期待 然後想說哇 坐進去就是感受那個細節 我覺得坐在那邊有種很舒適 很珠惠 對 珠惠的感覺然後很舒適 想到細節吧 就是傳言說 真的是某一個細節 其實這個東西就是大家比較 只看了一個整體氛圍啦 實際上不是這麼簡單 不是說就是一個顏色 其實我們包括我們裡面的這些 地質啊 然後這些材質啊 我們都是有特別在去 當然你說很多東西大家 航空公司嘛 你就是給大家用的嘛 大家不會那麼計較 反正就是大量弄一弄就好 可是因為我是 不是出你做A型的 我就很care 很心潔 我的人生過得很辛苦 讓我給你報告一下 精油做A型 他要先吃了 我跟你說啊 我這個用這個 山豆味器要吃嗎 你看看啊 我們一人集的啦 我想要吃山豆味器 介紹一下 好 來 這一道是青檸九層塔蛋糕 九層塔蛋糕 它裡面是有九層塔 好特別喔 這個有發展塔喔 裡面有九層塔 還有放那個青檸檬的 喔 這個呢這個呢 它是用香草跟椰糖去做成的 所以是香甜 這個是白香果 喔 白香果 好 然後這個是 巴斯克的起司蛋糕嗎 對 這個咖啡什麼的招牌 沒比翼啊 對 沒比翼 沒比翼啊 有這麼多東西做 為什麼你還是想做啊 就是一個熱情嘛 坦白講 我就是覺得說 哎呀 我對航空業非常 有興趣 那我自己也做那麼久了嘛 因緣即位啦 因為那時候復興不好嘛 那時候就政府 有關單位就有來詢問我 願不願意接復興 我那時候就跟他講說 復興因為財務面的問題 比較複雜啦 我說要弄復興 不如成立一家新的 比較快 那那時候他們就說 啊 那你要成立新的 正在政府的立場 樂觀其成啊 所以那時候 復興也沒階層 就跑出來新語啦 就這樣 那時候真的是想說 為台灣做一些事情啦 因為其實我 我復興早期也是都是很 很賭嘛 很愛台灣嘛 他跟王永慶 王伯伯 一個在石化業 一個在航運業 那時候台灣的最大的 兩個代表 就是他們兩個 他們就是對台灣 都非常有感情 我本來也是想說 那既然 在老東家那邊 沒辦法發揮了 政府也願意幫忙的話 那就 再弄一家吧 至少把質感 整個提升上去 帶動一些標準啦 其實我覺得也不錯啦 其實有競爭 才會互相 他們 非得弄得比我更好 我覺得也很爽 對 這個是對我們整個台灣人 很好的一件事情 不然其實坦白講 我日子可以過得很好啊 我幹嘛忍氣吞聲的 被人家這樣搞 我花了180億 搞這家公司 我180億 放在銀鑼生利息 欸我請你們都來服侍我 不是我去服侍人家 我何必自己在那邊 還要被你們這樣的 罵我 在那邊講一夜有 五四三的 Kero你畫像怎樣的 啊本來就是這樣 我怎麼在跟Kero拿進 那不好意思 沒有啦沒關係啦 沒關係沒關係啦 沒關係 快點快點幫我們 那個終身會員卡 跟那個Kero交換一下 直接Kero 交換交換交換 會員卡還是要繳錢的 哈哈哈 他怎麼知道 我們都會員卡要繳錢 哈哈哈 好啦我跟三位報告一下 今天Kero講的 這個意有未盡 但是我們下一個行情時間差不多 喔 我覺得應該是你想錄的都錄到了 沒有啦這個 一定要問的啊 我好奇嘛 不是好奇 這是大家都好奇的事情 我最好奇的是你 你這集可能沒有人要看了 欸欸欸 人家又說夜配文 夜配文啊 我最好奇的是 夜配則 請你們出來講一下 沒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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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說你們大心魚的有繳錢嗎 沒繳錢對不對 夜配文 所以現在趕快把錢繳出來 快點快點 欸欸欸 哇 邏輯很奇怪 我們不是夜配文 那是夜借文 啊 沒關係啦 反正這種東西就是這樣子 你知道 我們這個人世間 就像一個夜市 上天下來的天使也會去 地獄來的死者也會去 五味雜誠 什麼樣的人都有 有的人啊 會來跟你保證視聽 把這個世界弄得很美好 相對的就有人 要來把這個世界弄得很混沌 亂七八糟 這個是陰陽互相描合的結果 沒辦法啦 所以做人要認命一點啦 沒關係啦 接受他就好了 夜不必夜配文 懂的人看就知道了 不接受的就不接受嘛 不接受你夜配文 有沒有夜配文有關係嗎 有關係嗎 反正你橫的樹的我都不接受 也沒有什麼夜不夜配的問題 對不對 好啦 我們真的出發了 出發了 好啦 走啦 走啦 出發 來 走啦 好 太好了 我們來吃 好 飯了 四中午了 我來吃看這個蠟燒囉 今天這家有多厲害 等一下讓阿宗再來讓我闊子 吃了一下 我喜歡這種酸味 我喜歡食物很酸 這蛋的雞排超好吃 真的嗎 真的 他完全是那種香料的風味 對 啊 我也讲一下 泱泱在吃的这一道是Gento 一般听到这个名字就会想到日式 对 就是便当 嗯 它的摆盘也是日式 只是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它会用一些马来西亚人找到的香料去做 虽然是日式 可是它的香料就不是日本来的香料 它那个鸡排就是完全难养工的 可以懂 那一个吃的是Beef Rendang 其实Rendang呢 它是一个马来人的一道菜物 也是一个香料 只是它所用的Rendang酱料呢 又是来自不同周数的酱料混合起来的 台阁吃的那一个是叫做Laksa 可是它跟丁城外面吃到的Laksa不一样 外面吃到的Laksa呢 是放鱼肉嘛 而这一边它是换成鱼露 而且它还会加黄姜 所以吃起来会有黄姜的那个香味 这一间它的餐厅叫做唐人厨 可是它不是卖种式 它卖的通常都是用Bee的国家来改良 然后它的建筑物特色就是厂 超级厂的 我刚走进来超级厂的 后面还有哦 它在槟城 是拿到槟城最长的咖啡馆 我刚刚把它拿起来 先吃西班面 好紧的 就是搅拌饭 我说吃西瓜 长大生连我们都很长大生 长大生长大生 好嘞 邰哥 在唐人厕放完饭之后 大家真的是吃饱喝足 然后这个壁画街 其实也没有吃饱喝足啦 就是说吃了一点 没有喝足这样 你还没喝足 还没还没 我一直想的是肉瘦咪嘛 一直想的是这个啊 你讲了好像我们节目 从昨天到今天一直在讲这个 还有榴莲 榴莲等一下 等一下要吃榴莲 等一下就把榴莲全部塞给它 有一个兴奋感开始了 对不对 开始了 然后这个就是壁画街 那个奇怪哦 我觉得马来西亚在某个方面来讲 算是非常的自由开放 比方说 它的那个壁画街有没有 它让每个人都可以去做 没关系 但是摸一下摸一下 跟我几年前看到那个孩子 快要不见了 这个如果说是在某些地方 它早就围起来了 应该就是不要让人家摸的 会不会有画师来帮忙修 之前有 然后现在已经没有了 好多年没有了 可能疫情的关系 说不定哦 这算有限 这可以看到完整的姐弟攻击 完整是 再给我同梯姐 我就来了 好 要来这一边是不是要再看冰花 再来吃榴莲 要吃榴莲 完整的在那 哎哟 原来原本是这样啦 冠冠了 不冠冠了 外面的小朋友整个被摸掉 对啊 出现了 为什么啊 为什么啊 所以要记得啦 我们就来这边拍照就好 不要给人家摸啦 好 要来夾榴莲 哪一家呢 前面而已 而且可以吃到马来西亚 有名的品种 老山吧 哦 对 老山喝 哦 苗山听啊 现在还有新的啊 等你来挑 这些都是老山 浓浓的榴莲味啦 我评到这个我很兴奋的啊 啊 老板你看多吃的比较好啊 我评一下 这个啊 我评一下吧 好香啊 对你喜欢起来的面 很香 你自己喜不喜欢吃 很喜欢吃的啊 我喜欢吃我不会卖这个 不会卖这个嘛 对不对 红蝎 尿山王 黑漆 三红 你想给他做这款 只剩猫烧吧 猫烧烧吧 寄出行李啊 几口白咯 吃下去咯 好 我吃饭了 哇哇哇哇哇哇哇 好绵喔好绵 哇哇来来来 哇哇 你看很好绵 好奇怪啊 这么好吃啊 是常温的吗 是常温的啊 我比较没办法接受是常温的 太短了 不是啊 不会太绵吗 不会啊 就是要绵啊 咦咦咦 我的手套 我迷迷了我现在 有手套啊 好 谢谢 我拿一个手套 一七月才讲有手套 对 好 嗯 里面有的 大红扇 不能开的 这一块 很像cream哦 很像什么奶油耶 很软 好喜欢 好喜欢榴莲 是哦 那要抱几颗回去啊 明白 老板 这个是这里有名的冰辣啊 这个叫什么 甜品 那个尖锐 尖锐 什么的尖锐 毛山王尖锐 毛山王尖锐 可以 像这样我们平常 这样一个是卖多少钱 26块钱 这样便宜吗 真的是 OK啊 这个是冰球 冰球 哦 这个做得很像 这跟榴莲有关系吗 没有 这应该没有啦 这个是里面有光学的 这个是传统的 传统的啦 有点像我们小时候那种刷冰啦 这个像这样的话 一个是多少钱呢 这个五块钱 五块钱 这个是烧的啦 这个是烧的啦 烧的好吃咯 来吃看看 羊肉 老板 我问你啊 这个是不是就是柔徐帆 这个是凉粉 凉粉的老鼠粉嘛 对 老鼠粉的凉粉 这个是香草的凉粉 做好了 香草凉粉 红豆芋蜜 小糖 芋醬 不是 这是他们很特别 不用啦 我不用啦 吃点呢 我不用 我不用 吃了 吃了 包装要不要 不用 不用 但我为了节目 你可以挖一小块 给我吃给大家看 不是 你小时候不是爱吃这个吗 我也没有 都那么爱吃 你小时候没有吃这个 我没有都那么爱吃啦 我小时候吃山竹比较多啦 你要出校的时候 我要吃 爽啊 我不吃冰几年你自己讲 他为了冒山王给我去吃 这个是冒山王的吗 对 应该是吃的 我跟你讲 这特别人要加冰湿 好好吃喔 他在瞬间很像是那个 香草冰淇淋的感觉 很好吃啦 现场一阵静默 即便连Keyron他也一个自动摸讲 香草冰淇淋 很creamy啊 对不对 泰哥 很好吃啊 我要讲一下猫山王的感觉 嗨 如何 我以前吃过平常普通的榴莲 然后甚至是第一次吃猫山王 猫山王的这个味道 大概是一般人的五倍 浓稠 超级浓郁 我跟你讲 猫山王吃完以后 泰国精神头真的吃不了啊 马来西亚的榴莲 真的是世界一级的啊 我跟你讲 这么好吃的东西 绝对不能只有我吃到 还会贴啊 快猜拳了 我跟你讲 游戏规则是这样 五虎将猜拳 选一个出来 你可以选择吃冰的 或是吃温的 一小口 它太贴掉了 不可以啊 剪刀 石头 布 哦 oh my god 有事 有这种事 凤子 潇洒的回到对街 等一下 先采访一下 假设是你的话 你会吃冰的还是吃热的 吃冰的 吃冰的 你呢 冰的 你呢 我吃温的那种 哎呦 我敢吃啊 好 嗯 你快走过来 阿良 孟德 猜拳 阿良 孟德 猜拳 阿良 孟德 猜拳 等一下 等一下 因为有一个人他不怕 你看他 来 你们两个猜拳 加入这个 剪刀 石头 布 剪刀 石头 布 来 先访问 如果是你 你会吃冰的还是会吃冰的 我吃冰的 我跟你讲哦 酱益盒在台湾 大概990 吃了满嘴都是 对哦 你先吃慢一点 可以快点 剪刀 石头 布 没有没有没有 团队的小妹 面对团队的大哥 掌幼有勤 好人大笔 好人大笔 这次就错了 没看到给你 要出车了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怎么回来的 来 剪刀 石头 布 加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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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 石头 布 现在是洗集合剂的概念啊 那么好吃的东西你说不敢吃 我们有请拍张胜王七爪 帮你挖一振 大家帮我挖一振 找一冰对身体不好 你要吃吗 这个你不敢吃 绿绿不敢吃 绿绿不敢吃 老鼠粉 要少一点一口 我很难得开放冰品给你们吃哦 留点留点 留点吃一个蛋哦 一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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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感觉要哭了 吃不完给依稀了 吃一口就好吃一口就好 依稀 他吃完你帮他吃可以吗 可以啊 是不是很好吃你自己讲 好好吃对不对 台湾没吃过的味道对不对 很浓 而且精神头没得比 来来妹妹看我吃的内肌 来木耀快两年开心吗 还蛮开心 大家对你好不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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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都蛮开心的 本来都蛮开心的 对 你看她手一直抖 你看到没有 对她手一直抖 你看到没有 可以吃 你这样要刮到什么时候啦 真的很好吃啦 我妈传来不骗你们啊 怎么会不敢吃呢 她会回去就第四层了 这么好吃的东西都不懂 不会她在这里就第四层了 榴莲是水果之王 3 2 1 这抖耶好抖喔 可是不敢吃了你真的不敢吃 怎么了怎么了 诶不能吐出来喔 诶 违规啊 违规啊 他只是想要跑到那边 真的跑到那边 要去拍照 他突然间冲我去 搬车那边拍照 回去盘一个姿势 他有预谋 他早就知道那边有个洞可以吐 你知道吗 对 跟水溝 这跟我们那边刺激的 对啊 不敢不敢 不敢不敢 这个是可以真的来常见的 是 纹比较臭对不对 吃也没错 跟臭豆腐一样 不会啊 我跟妳讲 纹也不臭 我最喜欢油莲吃完以后打的都会了 好啊 今天算起身多久 来 起身多久 来 起身多久 跟我挑出来的啊 诶 我个人已经吃一盒了 来 起身多久 不喜欢太久 我今天明天在嘴巴 今天要好好歪歪歪歪 有这个严调吗 你嘴巴而已 是喔 这本来我来用 这个吃下去 整个晚上在床上 转转飞车 穿过来穿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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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你要椰成酱一下 这个要用什么酱是吧 这个要用油莲可水来酱 我再问一下 油莲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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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住这边的啊 我这边只看过做爱事 真的 来 倒酱 太爱了吧 粉丝来啊 这边好吃的你们知道有什么吗 这边好吃的 我想要吃肉酥米 我想要吃肉酥米 烧鸡还有那个什么 烧鸡 可能可以去 有一个叫五条路的 五条路 那位是五条路 不要掉了 你有看那个 有 台哥的市场在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啦 找到了找到了 自己人嘛 我们在台湾大都是昆达 对啊 昆达跟我 你们比较想跟哪一个照相 说实话 喂 喂 如果万一今天昆达有来的话 还是 好 来来来 来来来 插一插 你要用这个吗 要用这个吗 用手机吗 好 不用你 真的吗 每次有看哪个节目知道凯哥 超多 超多的啊 我看过施工喜爱吗 没有啦 那时候他们还没伸出来 风神无双有看过吗 没有 沐浆市超晚是不是 他完全都没有一个有看过 沐浆市超晚没有看过我们的 哇他看到就吊吊了 不知道我们节目糟糕了 你都没看过你怎么会认识 习少少顺哥 有 有看过你的节目 你妈妈有没有看过我呢 包青天 他阿嬷很需要哭 等一下 不要放过他们三个 你们现在把YouTube打开 YouTube打开来 我跟你讲 要不要订阅我们啊 很好看 所以看到吊吊吊不跟你骗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所以最后考你们一题 他是谁 台哥 台哥吗 OKOK 加强技艺 乃哥啦 OK啦 谢谢你们啦 拜拜 玩得开心啦 拜拜 我跟你讲 太好吃的毛山王 awesome 你现在吃完以后对不对 整个人 红光焕发 对啊 然后你的坐姿斜斜斜的 屁股朝晚 这样是会选的 因为快中风的感觉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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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去刷到 你知道 外面有太暖 在里面 你不要 坚强一点 如果撑不下去就说就好了 不不不不不 我跟你讲我刚才吃了很多 包山王真好吃 满意吗 满意满意 这家店真的 喜欢吃榴莲的 喜欢吃 帝国风情冰的 真的可以来这边吃一下 好不好 来到这个 这叫什么街呢 壁画街 壁画街 走在里面 要浸泡啊 然后左手边这一家 对 吃完记得要配 椰子汁 不然太上火 刚刚那程老板没有 看看喔 喔 又榴莲冰啦 昨天吃了这个 这样子 好 这个高度好吃 我们怎么好意思 在拍摄 这个高度好吃 这个是榴莲整支的 整支拿去冻的 整支拿去冻的 对 这个好吃 而且老板 那些不敢吃榴莲的 可能冰淇淋 对这个比较 没有18块 好不好 那我们现在去哪里 下一站要去杏氏桥 杏氏桥 水上人家 喔 榴莲真的太善 榴莲忘返 榴莲 check it out 有需要到这样子吗 哈哈哈哈 还要亲一下 当时他们在盖这个桥的时候 是马来西亚还没有独立 是英殖民时代 所以他们会住在海上 就是以补衣为生 再来就是说有时候推潮 大船没办法靠岸马 那么英殖民时代 那时候会有一些货物 要送出去的 就靠他们用小船去做那个搬运 接驳 就可以赚一些小钱 诶 那个龙宫是干嘛 在龙宫是什么 其实每一个杏氏桥上面 都有自己的一个庙 每一座都有咯 那像杏仁桥的话呢 它是在路口那边 前面 就有一个保证大地 那那个庙也是隔壁的 另外一个杏氏的 他们自己的庙 当时的华人不管是夏南洋 去到哪里 他们都希望有一个神秘可以保佑 是 是 是 所以去到哪里都会有 他们自己的一个神秘 那我们下一条要去哪里 下一个地方呢 我们就要去槟城最高的建筑物 来360度的看一下整个槟岛 槟岛 最后一个 槟城的岛 槟城的岛 我最后一个行程 因为槟城的话 不只是这个岛 连对面那一块 灰水也是属于槟城 这个岛是大约300平方公里而已 OK啦 走咯 那我们就去光大 yes the top the only the one the best 看到没有 the top了 如罗级的感觉 空楼 空楼 这里算是你说是槟城最高楼 对 槟城的最高建筑物 大概几层楼呢 68 68 ok ok 那等下上去是要看什么 对 我们要去世界最高的彩虹天空桥 彩虹天空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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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扣比的立板 对 扣比的 那摆枪 摆枪 彩虹天空桥 你要去走一下 彩虹天空桥 真的吗 真的吗 你也第一次要走过去就可以了 没问题啦 没有带内裤来换 可能不是内裤来换 这种事情 是吧 好了 彩虹天空桥 看一下 Let's go Let's go 这个有多久呢 几年 光大是二十几年的 可是以前的光大只有六十五楼 然后2017年的时候 在六十五楼上面夾盖 所以我们上去的六十五 六十六楼 好不好好不好 这楼是2017楼才开始 等一下玩这个 等一下你玩的 不是真的我玩的 不是我play 是我end 你不敢玩喔 你在讲什么废话 你敢玩吗 我不是没玩过 请看VCR 这么大胆 OK 但是我觉得今天就算了 欸 而且我刚吃那么多榴莲太重了 等一下他放一个榴莲屁 我们全部跳掉去 他在那边帮我跑掉 不会不会 我会先通知了 你要放趁现在 我会喔 现在不行 现在我们家门来没开 我们就全部倒了 哈哈哈 我们可以绕这一圈360度看完整个定层的东西 喔 這個嗎 要拿安全鎖啦 這個可以玩嗎 我可以玩這個嗎 可以啊 這個是要穿長褲才可以玩這個安全鎖 穿裙子有可能 這感覺很不錯耶 哇 還可以走出去 走這個很猛耶 你看你看看 你應該走一個就是 走這個 你走一個然後 不要有鍊子這樣子 不要有鍊子 我不要命的嘛 他們應該會去 對啊 不會吧 這那麼寬 我一條繩子我就走 他有風耶 他一條繩子他就給我 那個教練說我給他 應該還行吧 可是 EC 要穿什麼 沒有 我們買一套給 EC 穿 然後這褲子給你癢癢 謝謝 EC 的奉獻 來 EC 你免費得到一件 你拿下衣服的鏡頭 還有兩位 還有攝影師 喔 還有攝影師 誰要跟我一起 這個可以喔 比較要防手 等一下摄影師是哪一個 因為他還是有限制體重 他會有限制70公斤 我們攝影師沒有70公斤 然後玩這個只能70公斤 70以下而已 喔 他都會 ground 沒有 你要超過70公斤 你幾公斤 好 差不多 何必這樣折磨自己的靈魂呢 不是我在想這件事情 沒有 他還在想他要不要出去 不不不 我在想這個高度 跟在空中開飛機的高度的那種感受 差很多啦 對不對 空中你比較不會擔心是因為 你有引擎有動力嗎 這個是完全沒有 這個就是一個自由落體 那以前在做飛行訓練的時候對不對 對 一定會有一些緊急的一些狀態 就是說比方說 我們會有一些模擬 我們考試就是要可能 會有一些模擬嘛 模擬就是引擎失效啊 把引擎關掉 那怎麼辦呢 那考官就是要考你 早破降場 可以 可以 你要早破降場 可是你知道那個小飛機很輕嘛 它其實下沉的速率很慢 是真的飛機在衝 不是模擬機啊 一飛一考試就是用真飛機 那你怎麼辦 你不會緊張 緊張也沒有用啊 它就 飛機輕嘛 所以它下沉的其實很慢 那怎麼辦 你怎麼找的 你就要告訴他說 你找哪裡啊 哪條高速公路 或者哪一個平坦的地方 Mate不 Mate Sense 然後 到得了到不了那邊 你要去算一下你的距離 它會讓你實際操作嗎 對啊 你就是要實際操作給它看啊 你要實際這樣降落 不用到降落 它只要動作過出來 然後它會讓你 高度讓你一直降 降到它說OK 你再把引擎就推過去 往上線上來 對對對 然後再爬針 它不會完全把它關掉啦 它就是把油門收了啦 對對對 油門收了就等於沒有了嘛 會不會放掉的 就好像引擎怠速了嘛 你根本沒有動力了嘛 那種你自己坐在飛機上的時候啊 你就會感受到說 欸 這個Pilot飛得不錯 你說坐到後面嗎 你自己坐在 沒有 你自己坐在客艙裡面 你會不會感受得到 對啦 通常一般 或者是新生 像我們以前是新生嘛 剛開始一定都是不穩定的啦 一下 這次好 下次不好 這次好 下次不好 可是你 隨著你時間推演 你會發現 你好的時候會比 差的時候 多很多 你就要勇 敢於勇於去練習啊 你不練習不行啊 那有些人就說 欸 這樣好危險啊 不能那個 不能這樣講 沒有一個飛行員 你還是要讓他在 安全的狀況下 讓他去做各種的操作 像新生我們就會找教官陪他 可是我們會有一定的界限 他操作的不安全 或是真的讓客人的不舒服 我們就會接受 還是會有一個框框 讓他去操作 不是說啊 漫無目的的 反正就是因為要讓他練習 他怎麼弄都可以 也不會到這樣 因為畢竟我們是開給人家做的 還是要有一定的標準 欸 那我們先等一下 他那邊要開始了 對 差不多要開始了 開始了嗎 我們過去了 出去了嗎 那我們看 我們過去了 出去了嗎 走走走 好 來來來 好 各位 我們出來了 看一下這個view 欸 還好今天沒什麼風 我的天啊 有 你可以嗎 我的天啊 我是Jeky Chan嗎 有 我們要走過去了 走 你不能看下面喔 他們就直直的過去喔 OK 我可以 好 來 不要這樣 好 大家還要走 好 大家還要走 好 大家要走 喂 換你啊 他不敢 大家要走 有 可以 可以可以 你不不不不不不 不 不不不不 你太做了嗎 他現在要幹嘛 他要幫你放出去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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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來我給你 就是這樣 欸?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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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很躺 No 反著 反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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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慢慢坐 哇 這個畫面很可怕啦 這個以後可以坐飛機外面 不要站位置啦 站什麼位置 免費票 機 對 出去外面 坐外面 好 往前走囉 各位 GO 哇 你絕對不敢站中間嗎 我先 往前站中間 你站在裡面 我請問你在裡面你在麻什麼 沒有啦 我在幻想 我是掏整個蛋已經麻了 他每個蛋都在麻 冰冷冷的 一點感覺都沒有 好像不是自己的 好像不是自己的 欸 這是一整圈耶 來來來來 不是 怎麼會這樣 你要滑 滑過去 好 滑過去嗎 等一下有你 你這可以嗎 Is that real? 不行啦 我這個我不能看 快點快點 欸 快 我看都不行看了 OK I'm ready 3 2 3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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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國安的回來了 各位 表情熟 我看奇怪 You're welcome 我的手汗 我 我很害怕 我 super dry 挑戰成功 好 好 把這段剪為他自己的頻道 謝謝 2 2 Yeah 你跟兩位再分享一下 剛剛那是什麼感覺 其實我覺得以前比較不怕 現在出去有點挫挫 但是 不會挫呢 有一點 但是開始走之後就開始滿開心的 因為知道那個很安全 他說那個可以承載1000公斤 1000公斤 對對對 那75公斤怎麼會不能出去 那去吧 沒有沒有 為了安全啦 為了安全 要不要跑 然後剛剛很緊張 他說出來都是手汗 手汗啊 都是手汗 這個手汗 很好 很抖耶 很高 很抖啊 你看你走得滿穩的啊 你剛剛有想到搬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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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我央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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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 好不好 起床了 起床了 要謝謝教練他們了 真的是 哇 這個印度 我們真是叫 68樓 我們為了這個節目 真的是犧牲了自己的靈魂 我們真的是站在頂端啦 68樓 平朗啦 68樓 平朗的最高樓啦 對 來這邊的這個 很感謝 冰城的我們旅遊局 也感謝我們這個 新宇航空 謝謝 沒有新宇航空的 這個航線到冰城 怎麼讓我們這麼便利過來呢 是是是 那如果沒有那個 有沒有 旅遊局帶我們看這個景點 我們怎麼小的 有這麼好玩的地方呢 我覺得晚上 你應該住在這裡 拿一個帳篷 住在這裡往下看 感覺特別好 刺激喔 你在那邊到底在那邊 紮糊什麼 你過來啊 平朗說他為了節目 出賣了自己的靈魂 我決定不出賣 我真的非常感謝平朗 為什麼你知道 就是 能夠跟這麼重要 國內的企業家一起 有兩天 我們是做工的 不是企業家 企業家不會來這裡 不是不是 帶動我們的航空產業 希望我們的航空產業更好 把台灣的這個航空產業 飛向全世界 沒錯 讓全世界看到台灣 台灣的美好 難怪是主持人就是不一樣 對啦 沒得到台灣 那最讚 對對對 好不好 這是我們這個心語的這個心願 也是我們所有台灣人的心願 沒錯 好不好 讚啦 謝謝大家 超級下班去吃飯 叮噹 成功 謝謝大家 來imon 對 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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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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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